西螢盆有間開業三年半的麵包三文治小店 做附近的街坊生意為主 店內氣氛隨意舒適 重點是他們用的麵包 全部都是每日自家仔 夠誠意 我們主要是吃一些比較特色的三文治 我們的麵包是每天早上新鮮做的 就是用日式熱狗包去做三文治麵包 我們鹹包有十二款三文治 另外我們也有八款甜吐司 小量我們每天大概賣一百八十個 有時星期六日或假期 都會賣到二百個一日 麵包用天然烤霧、日本麵粉、雞蛋、牛奶等食材製作 每日早上新鮮出爐 其實做麵包時間大概是五小時 每日早上八點半至九點回來 開始做都可以 首先我們打了麵粉去做麵團 然後就拿進去做第一次發酵 大概是半小時的發酵時間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出麵團出來 開始磅麵團 開始搓完 第二次發酵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就開始可以造型了 做完營之後我們還要再發一次烤 大概是五十分鐘左右 我們就可以拿去烤 麵包出爐之後 我們首先要把牛奶放在麵包面上 讓麵包更漂亮 經過多次發酵的麵包香甜鬆軟 客人下單之後就會再次翻焗 所以吃的時候依然感覺新鮮熱辣 我們最受歡迎的是豬扒煎蛋包 然後現在就是越來越多人吃的炒麵麵包 另外就是一些熱狗類的 就是熱熬芝士肉醬熱狗 那個豬扒包就是比較港式的豬扒包 裡面有芝士、煎蛋、山菜、番茄和我們自己醃的豬扒 豬扒我們是用人手剁的 所以它不會太硬 炒麵麵包我們用自己調配的日本炒麵醬汁去炒 另外會加黑豚肉 還有一些椰菜 全部都是即炒的 芝士肉醬熱狗 我們的肉醬都是我們店裡自己做的 另外出單的時候 我們會加上一些車打芝士碎 在表面上焗熬芝士 他們的三文治做到大人小朋友都適合吃 原來背後連份量都很有考究 我們的麵團是97至98克 試過很多不同的克數 其實我們試過95克 但是有客人反映麵包太小 另外我們也試過用大概100克 但是我們留意到客人覺得比較大 看到他們其實有吃剩的麵包味 很多人都會覺得 其實大可以找麵包供應商拿貨 但是偏偏老闆就覺得 麵包的味道才是最重要 其實主要是我們可以掌握到麵包的味道 還有麵包的口感 其實我們真的特意去過日本 試過日本的麵包 我們就試過之後 我們就覺得原來日式的熱狗包 它的口感是比較鬆軟 少許甜甜的 其實很適合做三文治 特別是夾一些鹹的鹹料 其實同一款麵包 不同的做法 其實它都有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口感 外面很多麵包 都有很多添加劑 很多放闊劑 而這些化學物質 其實都會影響麵包的味道 其他人看起來大費周章 其實老闆就覺得是很正常 我覺得一點也不辛苦 我覺得大部分的店鋪 大部分的食肆 其實他們都要朝早預備食材 其實我有時朝早經過一些店鋪 我都看到他們好做 八點幾九點回來遇上麵包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們八點幾九點回來遇上麵包 我不覺得和其他店鋪 有甚麼特別辛苦的地方 店鋪的客人 以街坊和學生為主 因為方便又美味 所以五時開始店鋪 就一直做到不停手 我們店鋪開了三年半 接下來第四年 其實新型盤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士 我們也看到有日本人 有外國人 有韓國人 也有香港本地人 所以我們在桌上設計了不同款式的三文字 希望可以大眾的口味 我們剛開的時候 很多街坊都以為我們是賣普通漢堡 當然開得久 會存了一些熟客 其實街坊真的很好 他們給了很多意見 我們剛剛開的時候 我們做包都未拿捏到口感和味道 其實街坊一直都給我們意見 又說我們的包焗得不夠熱 包不夠鬆軟 或者包的甜度太甜 其實我們都很接納他們不同的意見 在他們的feedback上改回味道 我們其實也很慶幸 包是我們一天開店開始的時候 我們決定自己製包 我們都覺得居民都很喜歡 喜歡吃我們自己製的包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歡迎收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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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